這樣的行為就是讓警方欺詐了 保時捷開到一半沒有油卡在國道上 非常危險 國道警方跟脫掉業者貿易趕到現場 但是駕駛不但不領情不給脫掉 還抱怨拜託警方送油來卻遭到拒絕 導致他還得等家人來 這番說辭讓遠景理智當場斷線 直接怒斥駕駛 你是執察為什麼一定要一直叫我跟他說 沒有啊 你現在你在車道上 你在高速公路的車道上很危險 女駕駛車子沒有停在國道上 但堅持不給脫掉 那我這麼說生命危險 你到底要不要一分一分之 天空飄著細雨路過駕駛紛紛閃避 就怕撞上 遠景冒雨跟脫掉車趕來 但對方非但不領情 還跳針這句話讓遠景理智斷線 我有打電話請你們送油啊 我有說要付錢給你們 可是你不是說你給我 我沒有這個服務好不好 我們不是人民的狗啦 我們不是人民的狗 你叫我們幹嘛就幹嘛 可是你們有打電話 你們就幫我說給我一個小時 誰跟你講的 不想被拖車因為 我這樣子的話會把我車拖壞啊 心疼愛車卻輕忽 國道危險性令人折舌 今天車拖掉車會將車輛拖壞 且以通知警方送油 遠景稅依法 自單取締 1812號晚上10點多 女駕駛把新車價值 300多萬元的保時捷 開上國道一號 但在新竹戶口路段沒有 洗火停在中線車道 堅持不配合拖掉 警方到場後20多分鐘 家人趕到送油 這才油門一催離開現場 駕駛年願吞罰單 也不肯配合公權力 欣威恐怕涉犯公共危險罪 遭警方含暴法辦 記者徐志千新竹報道 警方 Seth 江原